你剛剛提到3333 你剛剛問到Barry 他說他12.7有貨 他說短線怎樣看? 短線沒有眼看 因為星期四那支大陰燭 你看到星期五有反彈 你看看這段可以彈到多少 因為今天在星期五的出陽燭 今天就回了一點 如果在短期之內 如果真的穿11元收市的話 你已經離開了 當作止蝕線 因為他在這一轉 你看到是比整個板塊弱 雖然許家印走出來說 今年6月 我們接下來會做到一條紅線 會改善到 但是一條紅線很差 你現在三條紅線 改善到沒有問題的 都不多怎樣升 所以你對於恆大 是不是有很大的期望呢? 我覺得沒有期望會比較好 你就不會失望 如果是這樣的話 短線看看能夠彈到多少 10天線會是第一個初步阻力 就算你彈到10天線 但是未必可以有很大的空間 例如Barry說12.7元有貨 你建議他還是要等一等? 先等一等 既然你等了11元也捱過了 但是反彈就要離開了 你未必可以退回你的抹價 而且穿了底 11元樓下收市也要離開了 那就減少虧損 由耐性等一等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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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ene